今天就想說魏俠的 Ant-Man 這套戲給我第一個感覺 是Marvel其中一套 比較好笑的一套英雄片 因為他之前那幾套都比較嚴肅 無論是Iron Man 甚至是美國隊長 這些題材都比較嚴肅 但這個就給我一種輕鬆的感覺 算是他殺出一條新的血路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感覺 而事實上 其實他的橋段都見慣了 通常第一集 一個系列作的第一集 沒什麼話說 只是說一個英雄如何覺醒 因為他整套戲有兩個M-Man 即是有兩個魏俠 一個老的一個聯 其實這套戲就是說 他那個老的要收山 就是要給一個新的去接引 兩個M-Man其實都很聰明 在Marvel的復仇者聯盟裡面 其實都是擔當一個智慧型的角色 你看到第一代我覺得他那個演技是做得出來的 其實我這樣說 我自己覺得第一代魏俠 甚至是整套戲的主角來的 我自己覺得 反而第二代的主角其實他 他純粹是交代一下他的家人那條線 其實就沒有第一代那個演技上面 甚至是那個轉奇性 第一代都是比較強力一點 第二代其實就是純粹撥打打搞笑的 至於奸角來說 我也覺得普普通通 甚至我覺得那個奸角有點蠢 有機會都不殺主角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女主角來說 又見到Kate 即是Loss的Kate 對上一套他就是做魔界的妖精 也很開心的 又見到他 用一個打女的角色去飾演 他鋪下一集應該都會做 即是矮盒的助手 其實這套戲就很正如的 笑位也很有趣 尤其是最後那輛Tommy的火車 很好笑的 那看回那些特效 其實他這次是玩一些縮小的東西 他都捉到的 但我有時覺得他的公仔真的很小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在彈彈彈彈彈 而且我又不太明白他為什麼他的衣服 穿了會變小 我也知道 但為什麼他會跳得那麼高 這個我又不太明白 不過當是一個新的系列 作一個搞笑的角色 這樣可以看 他也有很多驚喜的 那些Avenger那些 會跟那隻鷹 那隻鷹 那隻鷹 那隻不知什麼 打的 挺有趣的 真的 那其實整套戲呢 我自己覺得 都有百分 都是不差的 那其實呢 我自己看的重點 是他裏面提及了一個叫 亚原子的東西 那我不知什麼 那我第一 我的物理的東西 我都不太懂 但我覺得挺有趣的 首先他說 亚原子 因為他最有矮盒 就去到一個叫 亚原子的世界 應該是縮到很小的意思 那就會 形容不到 他自己跳出來之後 他也形容不到 那個世界是怎樣的 就是第一代 去問他 喂 那這樣發生什麼事呢 裏面 答不到 那挺有趣的 那我上網查一下 究竟 亚原子是什麼呢 那他不是亂吹的 真的有亚原子這件事 亚原子 其實就是 一粒很小的 原子 就是比原子更加小 所以叫做亚原子 可以這樣說 就是 原子 已經很小 那又 他構成的 物質 就是 亚原子 那亚原子 普遍呢 就 我們發現到的 因為其實可能有很多 暫時好像只有 電子 光子 原子 就是 它有很多的 大概有十種 那這些就是構成 物質的最基本的 物件 就是 物質 如果你說 將這個物件 不斷切碎 切碎 最小的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這些 那這些呢 電子 光子 原子 其實可能 可以再切 這個就是 留待物理學家去搞 因為 暫時來說 還是一個謎 所以 他裡面 就是說 為什麼縮到這麼小 他又不知道是什麼 那又不怪得他 因為事實上 現在都形容不到 那個世界是怎樣 為什麼呢 你再追查下去 原來這顆 亞原子 就 以電子為例 大家可能讀物理都知道 一個叫做黑池 的人 就發現了 電子 這件事 然後 他甚至是發現 那種叫做 叫做什麼呢 光電效應 是嗎 叫光電效應 是嗎 叫光電效應 就是什麼呢 就是光身電 那 光電效應 愛因斯坦就解釋過 什麼叫光電效應 其實就是光 比如這樣 就是 一個太陽 就射下去 就是光 射下去 金屬的面 它就會產生電子 電子 就是我們熟悉的 電 簡單來說 電就會有能量 最普遍 就是運用在 太陽能 太陽能 那些板 就是 太陽一散 它就會產生電 那 好像 LED 都類似用這樣的 原理 其實是挺厲害的 就是能夠發現到 這樣的東西 起碼 你找到 原來構成物質最基本的東西 最基本最小的東西 終於找到 其他顆亞原子 就是叫做 電子 那 電子 大家很開心 是不是找到電子 但問題出現 那電子 是甚麼 那電子有甚麼屬性 那就出事了 其實現在科學家 都爭論了幾千年 現在有少少微目 就是說 它是有 一個叫做 波粒的異象性 這個波粒的現象性 就是說 它既是波 Wave 它又是粒子 原來構成物質最基本的東西 是有波粒異象性的 產生 那 其實 為什麼有波粒異象性 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 最初期 就是 科學家 甚至是哲學家 就在想 那些光是甚麼 來的 就找了很多 實驗去做 但發現 就是同時間 有波 有Wave的特性 又有那個粒子的特性 形容不到光 這東西是甚麼 到現在 最 最近 就說 不如這樣吧 兩樣炒在一起 就叫波粒異象性 就是它兩樣都有 那 最初是形容一些光 現在發覺 原來裡面 連亞原子都用了這個特性 其實會頂顛覆我們 現在我們看任何事物的 現象 首先我們看到一件物件 可能以為它是粒子組成 以為它排得很密 我們讀物理書來說 可能是金屬 它排得很密 它分子結構排得很密 感覺是 我們摸下去 是一種硬 是吧 一種很硬的物件 但現在跟你說 原來它們 不是單止是粒子 甚至是一些波 來的 一些波 最常見的就是水波 水波或者是星波 這些 都比較虛幻一點 水波算是可以看到的 算是可以看到那個 即是一個現象 其實你都不太看到那些波 是甚麼 甚至星波你完全看不到 但你會感受到這種能量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去到物件的最底層 即是它的最基本物質 其實它是一些波 來的 它是一些波 來的 即是它可能正在震動 還是甚麼東西 那這個概念是挺有趣的 挺顛覆的 其實 研究這顆 阿原子 其實有很多理論出來 首先 波粒而降聖 有些人覺得 沒有可能的 又是波又是粒 可以的 其實都爭論了很多 其實 有一本叫上帝 不會摘息 那本書 其實它會 那本書 詳盡地記載了 波粒而降聖 這個問題 究竟是波 還是粒 還是粒子 這個問題 因為我還沒看完 我都不清楚 我只知道結論 就是現在就是把它拆在一碟 甚至是有一個定理 就叫做差不準定定理 我都不太知道是甚麼 類似說 每次 就是 即是你每次 你測量這個 譬如 光這樣算 都會測到一種 達成出來 可能是Wave 可能是粒子 那問題出現 就是 你測量那一下 你測量儀器 其實都會影響結果 那你測極都是不會準的 即是你永遠都不知道 事物本身的樣子是怎樣 而本身 即是那個光 可能本身它也有很多變數 都令到你測不準 所以現在呢 即是這個答案 其實是很難找到的 那我又想到一件事 那我在想 即是這個幾有趣 因為這個 即是波粒異象性 即是找了一些資料 在那裏看 究竟 即是 即是最近來說 有沒有一些突破的發現 這樣 暫時都是沒有的 即是自從愛因斯坦 即是講了這個光電效應之後 算是解釋了波粒的現象 就沒有什麼特別突破的消息 是有 譬如可能有人 可能發現了一些 超光速的亞原子 但最後都是因為 即是沒有可能超光速的 在這個相對論來說 即是愛因斯坦 它說是真空在裡面 即真空世界裡面 它最快的光速 接著有科學家說 發現 咦? 可能有超光速的亞原子 那我發覺 咦? 原來最後都是 錯誤的測量 所以 就說 宣佈是失敗了 有這樣的實驗 我覺得挺有趣的 即是 究竟是否真的失敗了 其實也是不知道 總之它說失敗了 總之暫時來說 應該是光速是最快的 即是 即是會找到這些資料出來 那 有趣的地方就是 即是 我發現 就是 其實原來佛家的思想 其實有點像 講這些波粒的異象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佛家的思想就是 它說 一切都是心象 即是心的影像 那你想想 如果它這個理論是對的 那是波粒來的 那粒子是一件 就是粒子是一件實物 但是波是一些 怎樣說的 Wave 光 甚至是一些 形象 那樣 其實我們摸下去 是一些形象 那 其實我們感覺到的 只不過可能 都是一些 Wave 來的 即是 全世界你想想 可能全部東西都是 用Wave 來組成的 即是 連我們的肉體都是用Wave 我們感受到的東西都是Wave 這樣就很有趣 你會覺得 好像真的是一個心象 來的 即是 它本身 有這樣的解釋 譬如 我們為什麼感受不到那個Wave 譬如 那個物件是Wave 做的 即是用波來做的 為什麼感受不到 因為它本身的物件那個Wave 太小 小到真的好像不太察覺 我們感覺到 好像是凹子 那樣 其實它是Wave 也同時是Wave 所以 即是 即是 我們用一個 我們 即是 即是 一個 實體去感受 是很難的 但是 在微觀的世界 它是用這樣的概念 還有一件事 佛家經典 就是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其實會不會 色就是 紫粒子 空就是 代表 Wave 那些波 它說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即是空即是色 即是空 好像有說到 波粒異常識 假設 如果這個假設是對的話 即是 空 就是一些比較抽象的概念 即是波粒 那些 粒子 就是色 即是你看到的 實物 它說兩者 是一樣的 即是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OK 那 可以解釋到 原來 這個世事 原來佛經裡面 已經 暗透 我們原來 找到的 物理現象 就是波粒異常識 那 我覺得蠻有趣的 即是 即是 你看回 就是 可能 其實 所有宗教的 東西 的經文 不是說 沒有科學根據 它可能 它說了給你聽 一個很閃 的說話 即是 你以為 很閃 其實它在說 一些科學的東西 都不奇怪 所以今天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 有可能 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就是指波粒而上升 這個現象 所以 我覺得 最後 Anman 去到阿原子的世界 其實很閃 你可以放回宗教 好像佛教 好像一個虛無 又不知道 去到什麼地方 即是 又是波 又是粒子 所以你看到 它後面的景 是很萬花童的 即是你看到 它有些波紋 又看到 然後有些粒子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即是 因為兩樣東西 同時存在 所以 我覺得 怎麼說 MARVEL 肯放阿原子 是一個 挺有趣的 突破 即是 它這部電影 雖然很通俗 即是說 挺好笑的 一部電影 但它也放了一些 比較有意義 比較 令人覺得 可以想一想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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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追溯下去 令人覺得 咦 可以追溯下去 究竟阿原子 是什麼呢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收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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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